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怀疑人生的话题 地球 今天我们就来讲地球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宇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空间 总有很多突发事件 比如说彗星撞击啊 小星星撞击 这些在宇宙之中都非常常见 说个话的功夫啊 可能发生好几万起了 宇宙中确实很普遍 但是地球除了猜测恐龙毁灭 是被野石撞击的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确定的撞击事件 地球上也有野石坑 但是跟我们周边的大哥相比 地球等于没撞过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地球的第一个大哥就是木星 木星的野力比地球强2.5倍 木星能牵引太阳系所有的行星 完全就是一个带头大哥的存在 而且人类与太阳的距离 木星的野力起到很大的关键 木星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牵引彗星和小行星 所有朝地球来的野石彗星都要经过木星 在进入木星的野力范围之内 就会受到木星的嘲讽坠落在木星上 而剩下一些比较小的漏网之鱼 被月球牵引坠落在月球上 而且我们月球那期讲了 月球不管多大的雨时只能扎出6公里深 里面好像有个壳 就像是一个造物的存在 可以参考以前月球疑点的一期 剩下比较小的碎片进入大气层 也会被摩擦燃烧 没等到地面其实就没了 而且还有土形金形水形等等 暂时看来除了替地球挡子弹 其他什么功能还没有发现 但是按照地球这个小老地来说 周边的几个都是大隔 应该都有隐藏技能 具体怎么触发技能还不知道 但是按照地球的设定 周围的八大行星肯定是有更多的作用 那么好 以前我们太阳那期说过 太阳再近一点人类就没了 木星如果不牵引彗星和月时 那么人类也没了 在1994年 一颗彗星撞击了木星 这个爆炸的威力 相当于地球所有国家 核武器储备总量的750倍 这颗彗星如果木星大哥不嘲讽降落 直接撞到地球上 人类就毁灭了 木星替地球挡了多少子弹 已经查不出来了 你看那巴巴勒勒的外表 一点不圆润就知道他遭了多少罪 那么好 假设太阳是在核聚变 月亮是在潮起锁定 并且坚持着地球 木星是在牵引彗星 保护地球 就这三个大哥 你们说地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所有行星拍回来的照片 表面全是月色坑 只有地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蓝色星球 你们自己说 人类到底是怎么诞生的 老二 老二 老三 感谢观看